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到现场来看呢 能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对孩子呢 也有一个内心埋下一个种子 我要好好学习 能够成为一个像我们 各个士兵那样精神奋发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方面的真是很 我就是想考试教 我在关注那个少年班 要求生理部 正在保持着健康提供 主要是想看看歼2 个人小时候也有一个梦想 但是没有实现 常常也想让小宝宝 从小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未来如果他要是感兴趣的话 想往他这方面埋养 感觉中国的空军 近几年建设的特别好 然后刚才看到了 有这个G20 运20 都是20系列的 然后对中国空军 近年的发展 也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感觉中国的空军装备 也是比较强大了吧 以后感觉再也不用怕美国了 我本身原来我也是造飞机的 跟华西合作 我们是造那种 你哈飞机 当中这个情节是比较深的 现在说呢 这个 它这个是什么样的 我也虽然造飞机 但是你感觉过真正的那种 就是 跳航 或者什么 对 之前 都是了解一些 关于火箭 火灰情统 没有两点 就是我外婆都跟我讲 就是 我感觉水龙它那个航空航天的 游戏感越来越好 然后 以后 就是 以后最好就是 你个好人 然后他在航空航天的 很清楚 所以 那就是现在的感觉 在天上 就是 这个 很准备 你 要看一看 你这种样子 能够人家 可以一直都可以的 有的时候 我从现在生活上 我感觉不到你 但是 你又可以飞起来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一些大 没有了以后 全都可以的 希望我们国家的行 要越来越强大 也就是 然后 然后 反正不强 我希望我的孩子 也能会 能考上 我们的 离我们最近的 风球的航校 希望 我们和这方面的 发展越来越强大 希望中国的这个 这方面 是来发展越来越好 军事力量的 越来越重 能够保证 我们国家的 积极神经 能够再继续发展 能够 反正我就是感觉到 生意病不公然 我是感到 非常地骄傲的 旧 神经理 神经理 神经理